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继续带你看勇者辞职不干了 没看过上期的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去观看 不然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上期说到男主飞进了蠢蛇 才终于说服了四天王给个试用机会 这天男主擅自用魔法开锁 进入了修提娜的房间 见修提娜睡得正香且走磨得叫不醒 于是男主把声音转换成了魔王爱奇德纳的声音 修提娜立马惊醒并跪下求饶 抬头一看才发现是男主这恶货 修提娜二话不说马上对男主放大 对面魔王还以为是嫡系 现在魔王城属于人手严重不足的状况 当然这全都要怪男主当初大闹魔王城 现在许多干部都需要回到魔界疗养 剩下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四天王头上 而且四天王中比较能干的也只有修提娜了 因为只有修提娜知道该怎么做 再加上抽不出时间培育新人 这就造成修提娜成为了全魔王城最忙的人 也因为修提娜过度疲劳 用来攻击男主的魔法威力都减弱了不少 这边男主查看了修提娜的工作清单 越往上优先程度就越高 男主注意到了最后一项工作 为魔力炉补充魔力 但原则上只能用跟创造者一样的魔力波长 才能进行补充 其他人来的话会把魔力炉搞坏的 于是就到男主出场了 毕竟男主这种顶级强者 要做到模仿魔力波长还是很容易的 男主表示2小时30分钟 2小时30分钟后修提娜绝对会疯狂仰慕他 于是男主换上了一套盔甲 并从修提娜那得到了四天王辅佐的身份 然而男主只用了30分钟就早早跑回来了 修提娜正想给男主下一份工作 男主却表示魔力消耗过大需要休息一下 还召唤出了一颗眼睛旁观修提娜的工作 然而30分钟过去了男主依然不为所动 修提娜都快气炸了 接着又过了30分钟 修提娜终于起身准备拖起男主 却发现男主用重力魔法把自己耍着玩 这边时间刚好经过了2小时30分钟 修提娜终于忍无可忍 经过他无比冷静的思考后 得到了男主就只是个烂到家的饭桶的结论 就在修提娜准备把男主轰出去之时传来了敲门声 一个黑皮精灵迪亚尼特找来的男主 说是男主交代的四座魔力炉已经补充好了 原来男主找了一颗止水晶 止水晶拥有超强的记忆性 只要注入和修提娜一样的魔力波长 其他人也就能轻易代替修提娜补充魔力炉了 制作止水晶男主花了15分钟 中途遇到意外状况消耗了男主5分钟 另外10分钟分别用来找人和教导迪亚尼特如何使用 剩余2小时迪亚尼特跑去找帮手并轮流完成了今天的工作 现在魔力补充完全可以交给其他人来做 男主可以说是永远的帮修提娜减少了一份工作 其实迪亚尼特一直都有注意到修提娜每日的工作繁重 只是一直帮不上什么忙 修提娜很是感动 虽然男主帮修提娜永远减少了一份工作 但他确实目睹了男主偷懒了两个小时 然而实际上男主一直在用眼睛观察修提娜的胸 观察修提娜的工作情况 男主重新列出了最大效率的工作优先处理顺序 其中一些完全可以交给部下去处理 一时乎修提娜就白给了 离开前男主还不忘调戏了一下修提娜 修提娜现在状态正好男主狠狠地吃了一击 晚上修提娜找来了男主 说是莉莉要去拉尔格采购 现在魔王城食物和物质短缺 这次的任务可以说相当重要 接着修提娜递给男主莉莉做出的企划书 好了以上就是勇者辞职不干第二集的内容 后续剧情我会尽快给大家更新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 记得关注我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我是阿兰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